在梅艷芳之前 香港和包括兩岸的華人社會 未出現過梅艷芳的性別角色 很有趣的是 她與當時香港的文化、經濟、社會發展 是很有關係的 所以我不知道可否大膽地說 香港的女性角色 在流行文化的表現 是以梅艷芳為分水嶺 遠景不見 我自己是約十歲左右 梅艷芳成為天子嬌女的時候 就是1985年的壞女孩 我就覺得這個女歌手很吸引我 除了她的才藝之外 她骨子裡有一種叛逆的氣質 因為其實我是乖乖仔 也是循規道舉讀書 但我可能自己心裏都有些叛逆的因子 以致被一個半譯的歌聲 半譯的人物吸引 歌曲的話 例如《冰山大火》 當時我十歲左右 帶著郭文在街上一邊聽 聽的時候 是腦裡浮現梅艷芳的 很大膽前衛的形象 它好像代表了一個時代 城市的節奏不同了 透過這些歌聲的形象 亦不同了 《冰山大火》是一個代表作 很有趣的是 《冰山大火》雖然是一個苦命的妓女 雖然她被動或身世可憐 但你會見到她有一份堅強和執著 她和梅艷芳的某種性情是接通的 除了她演技之外 是她某種真實的性情融入了角色 人氣合一 她當時是一個受爭議的人物 亦是一個長輩 不會鼓勵年輕人追捧的一個偶像 但後來很多事情 你會發現 原來她很喜歡做善事 又或者其實她很關心社會 以及她很關心國家 所以在她80年代或90年代初 其實對於這個女明星的理解 坊間開始慢慢比較立體 尤其是她過世之後 當時03年香港發生了很多事 她的過世很多人說是一個時代的結束 在她身上看到很多香港這個地方的發展軌跡 包括她從60年代出生香港窮 70年代香港開始經濟發展 她也走出來唱歌聽舞聽 即是練得一身功夫 在香港四小龍的80年代 就大紅大紫 然後在香港發生很多事的03年 她就黯然走了 很多人會覺得她的一生 好像是很多地方對照到這個城市的 一些高低起跌 今天香港討論本土的時候 有時會比較狹窄 即是用一種排除的方式去討論本土 但是其實梅艷芳那個年代 那種香港特色是很兼容並促 她裏面有改編日本歌 或者會借鴿麥當娜的形象 亦都在傳統中國那裡吸引一些東西 有時我會發現 其實是否這種包容今天會沒有了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從訪過去的時候 其中一個點是可以令我們思考 有時會可以充滿達大於晨擁有的 想法 Xero 也有時會討論 我們有時會討論 要說一特別的事 我們不反正 我們不願意 我們不想分別 有時會